小胡子你好 马自达CX5和标志4008选哪个比较好 一直下不了决心 谢谢 我想问一下粉丝朋友和老铁 如果让你选择 你会选择马自达CX5呢 还是说选择这个标志4008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弹幕 或者有没有买过开过这两款车里小伙伴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给他个建议帮助帮助他 谢谢 首先我说一下 这两款盒子的紧凑机SUV 虽然都不是说特别主流的车型 尤其是标志4008不是主流 但是都是被遗忘的好车 我们就对比一下 这两款车到底哪个好更值得拥有 哪个十大件更可靠 先说一下新款的马自达CX5 基于全新的平台打造 优惠完17万到24万 但是分地区优惠力度不是很大 有辅助驾驶系统 他这个车身的热成心缸啊 达到了1500兆帕 也是主流的水平 强动机很大 搭载的是 马自达引以为傲的 创磁蓝天科技的 2.0升 2.5升 两个动力总成 都是直喷 钻吸气发动机 匹配的是 自己家研发的 6AT变速箱 他这个2.0升呢 没有四驱斑板板 2.5升呢 有这个 实时四驱斑板板 采用的多片零刻器 中央杀出器 自己家的 一个智能的 实时四驱系统 我要说一下 他这个变速箱 6AT啊 发动机呢 是非常不错的 马自达的很好 热销率达到了 39% 具体我们大家总说 热销率多少多少 热销率多少多少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解释一下 就是说增加这个 燃油经济性 达到一个 解油的目的 通俗的说 说句大白话 就是用最少的汽油 行最远的路 就是提高效率 我要说一下 他这个6AT变速箱啊 他技术来源于爱信 是爱信给他的技术 所以说 他这个车 这个6AT呢 虽然说是自己家生产的 马自达 但是他的技术 几乎全都是爱信的技术 全是他给的 可以说 他这个变速箱质量 也是非常可靠的 非常耐用的 绝对没问题 生产AT变速箱呢 一个是爱信6AT 一个是德国的采埃福 AT变速箱 还有就是 摩比斯这个派国泰 这个AT变速箱也很好 就是韩国的韩西车 用的这个派国泰 AT变速箱也是非常牛的 这几个AT变速箱 都是做的非常牛靠谱的 我们话说回来 买呢 他尽量买这个2.5升的这个动力 因为毕竟是个自然吸引发动机嘛 他没有涡轮这样的爆发点 并且他这个扭矩达到252 马力达到了196 前麦福性独立悬挂 后面是多连杆R独立悬挂 但是悬挂和底盘嘛 一直是马自达主抓操控的车型嘛 是他的强项 虽然他用的是多连杆 同样他调教的是非常好的 非常厉害的调教技术 悬挂 东宾没有用上这个铝合金材质 用的是这个葱压式的这个钢材 并且的衬套呢 用的是香蕉衬套 这点有点不太给力 因为用上液压的更好了就 前度比较更舒服嘛 减轻震动嘛 对吧 毕竟是个主抓操控的嘛 也增加点输出性不更好了吗 更完美了 再说一下东风标志4008 也是定位紧凑机SUV 基于全新的EMP2平台打扰 也是非常好的平台 整台车的高强度缸超越了这个 百分之七十四 还是强度也是非常大的 很牛啊 一般的都是百分之六十左右 他的高强度缸达到了这个百分之七十四 也很厉害 像再高强点的了 那就用棚缸 并且啊 他这个车的A柱B柱C柱 热成新缸达到了1600M帕 车身达到了1300M帕 可以说 A柱啊 做了特殊的一个处理 强度是很大的 做这个翻滚实验的时候 同级别的核直车 一起做翻滚实验的时候 别的车 ABC柱已经变形了 车门打不开 而是4008 ABC柱 虽然也有变形 但是车门能打开 几乎没啥变形 就是说 如果有出现一些事故 车门能打开 能出去 能逃出去 你要车门打不开 你车也逃出去啊 所以说人家这个强度 还是很大的 安静序数很高啊 并且呢 中高配就有L2级的辅助架车系统 优化完之后是16万到22万 分地区 动力上呢 有1.6T 还有这个1.8T 两个动力组成 差一万块钱 大家尽量上1.8T 1.6T也功用 但是性价比高的是1.8T 匹配的是爱信8AT变速箱 可以说同级别里 紧头级SUV 这个价位10多万到20万 20多万能给你爱信8AT的扫支又少 非常厚道了 我可以这么说 并且它这个发动机呢 是标志和宝马一起研发的发动机 质量呢 也是非常好 非常不错的 早期一起研发的 前麦福星读的胸挂 后面是纽类梁 飞读的胸挂 但是标志的强项嘛 也是底盘悬挂这块调教 也是很厉害的 别看它用过扭力梁 但是它这个调教也是很厉害的 有一个三大硬核技术 封闭式便捷面 后红梁 双胶寸套 还有一个是二接缓冲块 增加了侧倾的稳定度 又增加了操扣性 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技术 非常 那么我们就对比一下 这两款车的三大件 底盘悬挂到底哪个好 发动机来讲呢 都不差 标志4608这个发动机也可以 沃伦泽亚发动机 有动力 而这个马自达的2.0 2.5升 还有2.0升的蓝丁 相对比较呢 保养还是 马自达这个便宜点 它不用全合成机油 标志这个 用全合成机油 动力上呢 肯定是标志的更强悍 它有沃伦泽亚的 这个这个加持 是吧 那子量耐久度上 同样用过十年八年的 还是马自达的好 自然息息更稳定 并且人家这个技术 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好 发动机来讲呢 质量上还是 马自达更送一筹 动力呢 标志更送一筹 变重箱来讲呢 马自达的680T 也很靠谱 质量也不错 是爱信的技术 而这个标志4608的 这个爱信880 它更好 因为毕竟是一个880 一个680嘛 质量上 就是说 档位上 它成本更高 但是靠谱度呢 两台车都可以 画等号 所以说两台车 三大件都很好 都非常优秀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这两款车的驾驶感受 先说一下标志4608 它需要价92号汽油 实际油耗是8到10个 起步的时候吧 动力响阳油门一般 需要生产油门踏板呢 它能得到一定想要的爆发力 厚劲十足 底下的扎实感非常好 很厚重 并且呢 对颠簸的处理呢 也可以 总理来讲非常不错 尤其是过弯的时候 它这个车子 车轻啊 非常小 具有种操控运动的风格的底盘 全挂 但是虚伸了一些舒适 尤其是过弯的时候 速度快点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它非常稳 开起来 是一种有操控的一款 紧抽筋SUV 开的非常得劲 非常舒服 动力也够用 非常不错 唯独的一个缺点是啥 法系车吗 如果有点什么小麻病啊 修理工很头疼啊 因为一个小小的零件 它需要很大的一个拆卸 就是说不便于维修 所以说工资费呢 会高一些 修理工看到了会头疼啊 有一个这个缺点 再说一下马自达这款车 也是要加92号汽油 11号是8个到10个 一般都是开8个到9个的比较多 也有较重开到10个的 动力呢 是绝对过用的 起步呢 有些偏软弱 没有沃伦之亚爆发力的加持 它没有408那么猛 但是后期的动力 是非常不错的 毕竟是2.5升的自然吸气嘛 U起来之后 速度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升降档的时候 都非常平顺 操控也非常好 尤其是过弯的时候 这两台车都是主打运动 都是这个悬挂底盘很牛的 过弯的时候都是王者 都不错 当然了 你操控好一点 就得升降一部分的舒适度 所以就悬化偏偏偏的 也偏硬的 隔音座呢 中规中矩的水平 同级别呢 就是同级别水平 所以说这两台车 都是主打运动操控的车型 不是那么舒服 开着都非常逮据 是非常舒服 一个是涡轮增压 一个是自然吸气 质量呢 两台车 更靠谱的应该是 马自达 发动机更加靠谱一些 别的没有什么太大差距 如果品牌影响力呢 还是马自达 或者是市场份额啊 还是马自达 更好一些 但是标志斯林顿巴 也绝对是一部好车 被遗忘的好车 很不错 虽然是市面上 很少人见到 但真是一部好车 如果非要选出 个好与坏 马自达的稍稍好一点 那有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 在两款车里有吧 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 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